寡人 大王来了 爱妃不必多礼 爱妃啊 寡人想你 爱妃你可知道 这是寡人有生以来 第一次摘花给一个女子 谢谢大王 爱妃啊 今日屋里的灯光为何如此昏暗呢 今晚月光好 如果屋里太明亮了 反而辜负了月亮的皎洁 对吗 大王 爱妃果然好情去安 爱妃 爱妃 寡人 寡人 今日这般凉爽 爱妃为何手持雨膳呢 因为臣妾 喜欢妙目传情这四个字 好一个妙目传情 在寡人眼里 不光是妙目 你的一举一动 无不在传情 1 2 2 3 1 2 2 5 5 3 5 5 7 8 5 5 赏战宫 薛榮冠 拓荒帝等十二条法令 楚国的疆域大于秦国 根基深于秦国 人才多于秦国 若能实行新政 必将称霸诸侯 大王以众夫子 若是这新政十二策得以推行 千秋万世将熏祭夫子的功业 新政推行虽大力楚国 但必然会招致朝臣熏贵们的怨恨 老夫但求不像五子伤君那样 死无全尸即可 眼下秦国崛起太快 我怕他们不会给楚国太多的时间哪 夫子不必过滤 五国使臣将齐聚引渡 定联盟合约 楚国又是合纵长 有着六国联盟在 即便秦国崛起得再快 他也不可能一口气并吞六国 说得对 这么晚了 你找我何事啊 夫子 我有事想求 你说 月公主因为得罪了威后 被丈则关押起来了 至今下落不明 恳求夫子帮助淑姐 解救月公主 哎 月公主 是个绅士可怜的女子啊 好吧 欲知其国者 必先其其家 后日大朝 我便竭力沉清 请大王出面询问此事 没有罪名 谁也不能把月公主如何 然后 你就可正式向月公主求亲了 多谢夫子成全 快点儿 对对对 小心 对 就放到那边 抬到那儿去 对对 放这儿 就放这儿 我看 好 放到案戟上 妹妹 姐姐 妹妹快起来 姐姐为酒宴已经辛苦整日 何不坐下歇歇 今日妹妹生辰 大王特别刺眼 你又不喜欢热闹 别人只好作罢 今日只有姐姐和大王替妹妹庆生 若有差池 岂不被大王怪罪 姐姐一直为妹妹操心 妹妹真是感激不尽 此生无以回报 只有来世 为姐姐做牛做马了 妹妹再这么说 姐姐可真生气了 你等等啊 那盆花放在门口 是 大王快到宫门口了 知道了 妹妹 天已黄昏 你是否觉得这殿里 有些昏暗呢 姐姐的意思是 平日里我劝你 与大王单独相处时 灯光要幽暗 那是为了让大王 只看到你曼妙的身材 而忽略了你的 缺憾 可今日是盛宴 灯光过暗 一是不吉利 二是坏了气氛 那可怎么办 我想 何不把那九尾天湖灯拿来 放到妹妹身后高处 灯下黑的道理 妹妹是懂的吧 既照亮了大殿 又照不到妹妹 你觉得 这主意如何 姐姐好聪明 姐姐好聪明 我这就进去 把九尾天湖灯拿出来 妹妹快去 别耽误了时辰 大王到 大王 白妃请起 都起来吧 今日寿星何在啊 臣妾 臣妾 臣妾不好说 美人病了 美人妹妹没病 只是回去 回去取 九尾天火灯了 取灯就取灯嘛 有何不好讲的 可臣妾认为 美人这么做 不免对大王太为不敬了 我 那盏灯 是爱妃送给美人的吧 更何况寡人看来 那灯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正因为好 所以才被妹妹再三讨要 我不得不给她 竟是她向你抢锁的 我 爱妃 你宽容大度 待人温柔敦厚 为美人刚刚入宫 一盏灯而已 小事一桩 给她就给她了 可她讨要的理由 也太牵强了 什么理由 她 爱妃一向心知口快 今日为何这般吞吞吐毒 有寡人在这儿 但说无妨 爱妃 她说她要用这盏灯 她要用这盏灯 剧出异味 大王 大王您弄疼臣妾了 她当真是这么说的 请大王息怒 臣妾心灰 你听有没有想法 欣贱 他都在最后 没有想法 有没有想法 好 过来 我 不 我 感谢观看